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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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是要5不是6呢? 不是其他数字呢? 不是金木水火图 是因为日本佛教里面 很受物教的影响 因为物教是很重要的一个宗派 而物教里面认为这个宇宙的力量 是来自五方佛 五样东西 但是不是金木水火图 金木水火图 是我们中国说的五行 五种物质的元素 由这五种物质元素 构成我们宇宙万物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东西 最简单就是你把它分成五行 它是属金属土属木就可以了 所以你学完学或者你学医学 你就要识五行 但是在佛教的体系里面 所有东西是由中间那里 向四边展开 形成了五个部分 东南西北中 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跟五对应的 所以刚才说的五 为什么要五味不是六味 或者不是其他 它就在那里衍生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 所以你吃的东西 如果本质是齐全五样东西的话 它跟你打墨都是这样说的 你阴阳要平衡 你五行要齐全才行 不能够只是去某一个部分 当然 只不过它说的 你说完全不是有中式的五行 又不是完全没有的 只能够说它有接近 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于是你发觉它所有东西都拉起五样东西 它就用五样东西 就是由五个佛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你要看就要用打动体 所以这样就是这样 即是这样 即是这样 即是整个东西是等于的 是等于的 即是等于五体五行一样 熟鸡就是金 即是什么什么 即是下午多少点 它都是一条线直落的 相通的 那就是一样的 打动体 但是这些叫象征 所以你要看就看这一堆 其实它都有的 但它不是叫金木水火土的 它是地水火风空 五大 五大 地水火风空 佛教认为 那个元素 就来自于五个主要的元素 就是地水火风空 后来加多一个色 就是地水火风空 所以是六大 就是六五样 所以跟我们中式所说的金木水火土 就有少少分别了 那它就对应了 但其实它也是对应的 所以你看这一行就知道 这一句 五色 即是说 如果你不吃 譬如刚才说的那些食物 你看它的颜色是红色 即是说如果你不吃红色的东西 你的火就不够 那对应你的蝎 那方面就有问题了 如果同一个道理 你的水吃得不够 那于是呢 就会是你的身体 或者 绿色的东西吃得不够 那你的水就不够了 那当然了 你就回去慢慢慢慢 其实这个水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绿色的绿 有时是当黑色的 那你就自己了解 好了 于是再看 五方佛 由中间这个开始 衍生四边 看不见到 跟着每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正中间的那个 就是这个 北空 这个 好了 然后这个 这个 就去到这里了 不是 不是 这个 我说错了 这个 这个是中间的那个 大逆如来 北空 又来到这里了 这个 那他跟着呢 又会衍生四个出来 每一个再衍生四个出来 一路一路的 扩张 扩张 所以他什么都是五 就是这个意思了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由中间这个开始 就开了 一 一 二 三 四 然后他在中间 又再在他那个范围开 一 二 三 四 四边 所以他就五 就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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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路 扩张 形成了整个世界 所以 这张是其中一张 再扩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有九张的 有九张这些图 拼成一张大图 那所以就象征着整个世界 在这里 那个力量 宇宙的所有力量 就在这两个地方 那所以他所有东西都要跟五对应 所以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有五色五味 五法的时候 你就等于 将这个世界里面 你应该需要有的元素 在那个食品里面 你吃完的话 即是你吸取得最圆满了 于是精进料理 是有一个这样的逻辑 那当然 他都是有 就是有丰富 与简单 简单都有的 都是跟回五样东西的 当然他未必说 完全做到足 好像他不见他有蒸东西 或者不是很感觉他有炸东西 那你没有 你选一个设计便宜 那当然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你要做多一点 那当然要贵一点 就是这样的 你去日本那些早餐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基本的概念是在那里 他不是跟到聚足 但是他会有这个概念 应该要有齐这些东西 所以要有白色的东西 最起码看颜色 他尽量就是 有白色 有绿色 有红 有黄 有黄 他有齐的 所以他为什麽 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紫菜 紫菜 就是你自己到时 撕开它 撕开它 自己来吃 但是你基本上 因为他要有齐这些东西 他有时候 这些很小 很小碟 其实你两口没有了 你不要管 总之你要有 好了 这个一定是煮的 一定是煮熟的 有汤 有叶的东西 这些是生的东西 他都尽量做的 尽量做就有了 所以形成了 既然每样东西都要有 那慢慢 他就会形成了一个设计的配搭 这个配搭基本上要有齐这些东西 以前因为他吃齋 刚才说的 特别是豆制品最多 以淡为主 有时 因为他淡 譬如吃豆腐 他是淡的 他就会用另外一个 你怎样去补充 他就用汁 去给你补充 譬如说豆腐 怎样加砒 那些是什麽醬 所以不要少看那个醬 有时那个醬 就是用来補哪些东西 没有了 他就靠个醬来给你补充 跟我们吃西餐那些醬不同 那些真的纯粹调味 譬如我们要搅个果醬 搅个花生醬 是跟那个食物的文化 那个概念 哲学是无关的 是吃的味道而已 但其实他是有原因的 他譬如说吃某一个豆腐 他一定要加那一只 譬如高野豆腐 他一定要加那一只醬 他就是在那里补充 只能吃豆腐的营充 是不够的 是有原因的 还有呢 那些份量是很标准的 即是你多一点都没有的 即是你做生意当然有 你要大胜 那他就不大碗一些 给钱的 但是如果你正常来说 你都不明白 我们都不明白的 尤其是中国人是不明白的 在个地铁站那里 买个20元的饭团 可以够饱 其实我们不明白的 没有理由的 这件事 那些地盘佬 还有人去吃叉烧饭 是吧 没有理由的 你不要管 他买到成行成市 是吧 那他为什么 因为他计出来 他计一个人的重量 即是高度重量 他应该是吃这个份量的 你吃多了 其实就是不健康的 所以他就是这样计 你总之来我那家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加碗汤 最多就加个小食 就已经够了 你过量的了 你吃多了就是 那你不要问 为什么别人长寿 因为有些原因 别人就是 他计出来的 所有东西都 好了 有燕梅的 他有很多的 燕梅 就叫做五善三汁韭菜 简单的 就是三个 三个 即是三样东西 三善的意思就是 你一个套 就这样 三件东西 五个套 就加了一些东西 两个套 就少一点 那就看你 付多少钱 和付钱有关 所以五善就是 这五件东西 齐齐了 本善的意思就是 只有一个套 就是这个主要的了 你有钱多的时候 就加多些 加多些 他都是 和一定是单数的 他们吃的菜式 一定是要单数的 所以他一是一 一是三 一是五 他就不会给四个套 这是他的 因为那个数理哲学 那我们呢 你去喝呢 是吧 其实尽量都是双数的 尽量都是双数的 不尽量不单数的 那你带来看看 一碗饭 汁 即是汤 有汤类的东西 香物 首先有煮物 煮就是那些 另外有一些 叶制的东西 我不懂这个文 这个文字是否叶制 香就是煎 煎 煮食 炸 那些 就是这个地方 那 这个就叫本善 即是说 基本就有这个 你有饭就一定饱 有的 但是 可能你因为 我们今天宴客 好像太少加 于是他就加了这个 于是 就有这个 有刺身 有一个汁 这个汁 就不是这个汁 这个是汤 这个汁 真的 点刺身的东西 之类 或者 有可能是其他都有的 好 另外 吃肉 因为这个是鱼 肉 好 接着又烧了 烧了 烤茄子给你 或者什么 之类之类 很多人都忘记了什么 来 基本就是这样 精进料理 基本就是这样 一个基本的套 就是刚才说 汁 饭 梁菜 煮物 植物 植物 还有植物 就是腌植物 五样齐 很多名字 不要理他 基本上 我们一般吃 但是 你们今天去的话 一定不会是这样 那就应该吃这些了 三套 三套 哎呀 没错 不要说洗碗 找你摆碗 你都很不行 这个就是三套 三套 就是你今天 今晚吃就是这三盆 你看下去 每样东西 好像很低色 但是你不要理 你吃完的话 都很饱 齋 这个 全部是齋 这个 这个在哪里 我都忘记了 总不知 这个是齋 这间是在寺院 整个 是 他的厨房做 就是三样东西 基本就是 这个就叫本善 因为你很容易看 饭 总之你有饭 那个 黑豆 高野山豆腐 接着有其他的 这个是汤 煮物 那你基本就是一个 这个 接着就加了 有个窩 有个小窩 有 没有记错 不知道炸什么 当然是礼牌 天婦羅 生果 叶野 这个蒸野 没有打开 这个煮野 接着 甜品 甜品 这个 串串 甜品 整个套 就是一个 精进料理 这个是另外一间 这个就是 两份 不是 他应该是还有一份 未到的 未到 所以 当时 没有拍摄 饭在哪裏 饭在这裏 应该是这个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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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个是 湯还是什么 不要理他 总之 你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 你已经觉得 心情都不同 进入了去 那你就会进入那种状态 原来 吃东西都要很讲究 都要很有礼儀 我们去酒楼就不会 不会的 是吧 不会的 粗声粗气的 你自然的 因为你看旁边就知道 旁边粗声粗气 我们进去 我们都粗声粗气 所以他是有整个氛围 令到你进入去 是那种状态 这个是他们 在中国佛教里面 吸收了之后 带过去的 未算最厉害 接着这位和尚 福建人 他受邀请 应该是清朝 不记得名没定清朝 去到长期 就建立了一间佛寺 叫做庆福寺 因为他进来之后 他又不是年轻去的 他是中年以后 年纪大的时候才去的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你现在的寺院有这么漂亮 那些食物 以前没有的 以前很窮的 他去到不够 觉得那些食物不适合 那些食物 吃来吃去都 那些都是那些 那些 都是那些 差的豆腐 在他的角度来说 那些豆腐 有一些不是真豆腐 那些名字叫豆腐 不知道找什么东西 混来混去 就做到好像豆腐 那样的味道 大哥不行 这些食物吃不到 就是 吃了不舒服 也都没有营养 没有气力 于是不行了 我一定要 改良 我们以前是怎么吃的 于是就 叫那些徒弟去班 就教那些人 怎样去煮 一个中式的素材 那当然又要 因为他要用回 当地的材料 和当地的人 所以他又不是 完全是中式的东西 于是呢 就形成了他们 一个叫做 普茶文化 普茶料理 不是文化 这个普茶就是 我们中式所说的普茶 但是 就不是中式普茶的食品 是改良了日式 所以他后面加了两个字 那这个就是 他有一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就是 他一定是 原创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吃东西 你看过电视剧都知道 一人一个位 U字形 就是 主席就坐在这里 然后左右两边 然后每人自己有个位 那些人就会 那些工人 就拿刚才那堆东西出来 就放在你前面 你就走过去就坐下 然后吃 唱歌 之以之之之 那些 其实是我们中式宴会的一个传统 那 日本人保留了之后 好了 但是这个不同了 他又怎样呢 第一他用圆台 而且规定一定是四人 四个人一台 他不会放五个 也不会放六个 总之只是放四个而已 一定是 那实际呢 也都是 原先呢 想着 我们中国人吃东西就不同 我们就不喜欢一人一份 我们的文化 不会一人一份的 我们应该就 放了那些菜 大家夹的嘛 但是日本人又不喜欢的 反过来 日本人不流行的 所以呢 他就用圆台 你日本人不用圆台的 其实本身不用圆台 好了 用圆台 四个人 但是呢 有四份 都是一叉叉 但是摆满整张桌 又不会转的 你转来都没意思 我自己吃自己 你那个 是吧 好了 那这间寺院呢 有机会呢 你春天去 春天去 春天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农曆年 他会晚上开的 你知道日本的东西 五点钟就收工的 那这几间东西呢 就是农曆年呢 那段时间就会开的 是啊 是啊 而且他是中式建筑 中式建筑 中式建筑 在长期 唐人街里面 就有几间中式的寺院 有一间天后庙啊 观音庙啊 什么啊 那些 所以呢 那一晚他刚刚刚好 入到去 入了去 就是 刚刚他又开了 那又对了 晚上又有东西看了 不过很冷啊 那呢 值得去的 这间 这张 就是普查料理 那日本人就开始接受了 那一人一个位 四方面 因为他们早期都是用方桌的嘛 日本人 我们用圆桌 所以后来呢 就 放了四款方法的 就是 就着不同的情况 有用圆桌 有用方桌 不过如果你问他呢 绝大部分都是用圆桌 来啦 这样啦 嘩 都丰富了 这样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喜欢夹菜的嘛 夹菜 喜欢 所以 每人有自己一份 这里每人一份 但是 他有几个主菜呢 就放在外面 就大家一起夹 但是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这件事的 所以 所以 他为什么限定四个人呢 就够了 你一百个人 他搞不定了 你又夹他 又夹夹到乱了 他又不喜欢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另外 现在用圆桌 像我们现在吃饭 这个是现代化了的 就是没有那么规矩 就是说 一人一个位 好像喝茶 有自己的位 跟着就摆满了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套桌 那你也看 其实他都有把 本善 和五味的概念 他都有摆下去 不过就没有要求得那么厉害 所以他有生的 有煮的 有整个 但是烹调的方法 已经不是很 不是很完全日本的 好像这些 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好像罗汉齋那些东西 那你问日本这些是属于什么 煮法呢 他都不懂的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但是 他是一种 特意介乎了在日本 就是你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之后 就是在日本和中国菜之间 兜亂的一个特色 那这种叫做普茶料理 应该要在九州才有的 就是日本的九州才有的 就是你去到什么大阪那些 你很难找得到的 因为他那个地理的问题 这个就是日本佛教吸收了我们的 这个放五个碗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现在放了五个位 应该是四个 这个就标准了 那桶的东西是饭 那桶的东西是饭 回回头 这个是韩国的 哇 你说日本吃得少 你真的没见识过韩国更少 就是这样了 这餐 一碗饭 一碗菜 一碗菜 一碗汤 是这样的 是很简单的 那他们如果真的严格的话 是 大家说我这里坐一起吃饭 就好像日本人一人一个位 但是这个菜 它不会有人服务你 是什么呢 是传的 传的 就好像西餐那样 旧式西餐那样 就是现在那个菜 传到我这里 就去到我这里 你就自己 你觉得自己吃到多少 那我就把饭 倒到这个饭的穴 那里 我觉得自己吃到多少 就放了这个菜 就是这样 是自己做的 我做好了 整个饭 就给隔壁 好了 那我这里十个人吃 大家完成了 那大家念经 念完经 吃了 吃完 那又做回那些 那些结齋 那些一模一样的 那接着呢 又是自己处理这些碗 搭齐它 然后出去 但是呢 你看看样子 就知道 那碗都小一点 所以实情 它的量不是那么多 比起来说 你始终看旁 喂大佬 吃那么少 那感觉不太好 没有说堆满的 我们的饭是怎样的 满的 是这样的 你哪里见过 他们的碗 是有凸出来的 是没有的 那它的碗已经比人小 我们的瓦都已经小了 中式 它是用一个小碗 你吃过韩国菜 就知道 那碗很小的 它就是那些 所以本身它就更加少 所以韩国呢 我所见的 更清楚 更清楚 是简单很多 那希望呢 尽量就是 我们常吃的 就是这些 粥啦 饭啦 湯啦 豆腐就可以告诉你 差不多是有的 都没有什么机会没有的 那小食呢 就是什么类型都有的 有烧呀 有煮呀 各样东西 那 好了 在那么多种食品当中呢 就以粥呢 是一种 挺常吃的东西来的 因为粥呢 是米蜜呢 它是有 就是中国人说 有米气的 有米气呢 你个人的底子呢 是好一点的 就是等于你吃了饭 你都觉得自己有气力一点 那 那当中呢 是有这十样的好处的 所以一直以来 由印度过来 其实都是有粥的 有粥的 有很多名字的 有时候是叫水饭 等等 那中国呢 就是 以白粥 配其他东西 或者是 丢在一起煮 是有的 那你呢 总之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些 红色字那些 又说 除风 除肌 除渴 之而此类 总之是好 一句都说完了 所以 为什么说以前佛子 每朝都有粥食 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当然啦 吃粥就省米一点 这个是事实来的 除了佛经说 食品好之外 省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丢米下去多些水 那 那就多些人分咯 所以叫水饭 这个呢 这个就是 鱼了 鱼了 白粥 接着 就鱼了 吃几粒 就当是一餐的 以前 那 印度已经有 印度的 纳白粥 就是把八种材料 丢在一起 所以我们到今天 都有纳白粥吃的 不过 道道煮的方法 都不同 你买那些罐装 你就当是甜品好了 就不要当 纳白粥啊 纳白粥就是 纳月八号吃的 那当然 不只是那天吃 只不过那天就必吃 那意思 而且 其实每个地方煮的方法 都不一样 还有很多的 有红粥 北方人 就很喜欢搞这些 红粥 五味粥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 好像日本人那样 五个颜色 要把五 比如说 那些黑木耳 你现在没有吃那么多黑木耳 不然之后会吃死人 你知道 可以浸泡 所以要小心一点 这些家里不要这么浸 吃少 宁愿不吃好 真是危险 那黑的意思就是 通常都是木耳 或者黑豆 那有黑 通常有红豆 那接着有粟米 有菜 把菜切丝 通常都是椰菜 或者生菜切丝 那总而言之 它也是有五颗色的 五颗色 就混在粥上煲 所以就叫做五味粥 五味 那当然你可以随意换的 那些内容 总之都是那些东西 七宝粥 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除了吃粥 就要吃饭 饭也有很多种 但是现在不懂的 因为现在不会 因为现在我们都统一 都是吃那些 越南入口 泰国入口 那些米 都不像以前那样 所以文献上 就有这堆东西 但是实际上 也不会这样吃 以水淋饭 就是煮了一些饭 就混入暖水 或者茶 以羹饒饭 就是煮过的一些汁 汁的东西 可能稠 就灑下去 让饭 吃下去 好像有点味道 以前没有送食 以前没有送食 湯 汁 又叫做汁 湯 其实是什么 是什么 补充饭 因为刚才说过 理论上 是不应该 过了中午再吃东西 但是有时候 真的吃得少 不够气力 于是 找一些 各种材料 煮成 湯 所以 喝的湯 虽然没有 但是里面 有营养 令到我 也能吸收 令到我们 很精神 或者很有体力 即是你到地铁站 去洪福堂买包 有些东西 它也没有拿给你 但是你喝了 你会觉得 省神一点 是不同 所以叫做汁 叫做汁 后来 拿了这个汁 因为有味 所以就用来煮湯 不是 不是 就是用来煮面 或者 把米饭 丢进去 令到它有些味道 在没有菜 的时候 都好像 有些营养 除了我吃了 粥下去有些饱兔之外 因为可能它那个是 麦麦湯 用那些豆煮的 那你就感觉 即是提升了你的气力 其中 最重要 就是这个香菇 香菇 这里没有写的 香菇 即是用菇类 来熬的湯 因为它的味道香 有些甘甜 还有 它当时不懂营养 但是总而言之 觉得这个东西的味道好 所以在素食当中 菇 逢是菇 是叫做 就是 为何要当它上素 什么都要有菇 因为菇 就是等于素中之肉 因为它的口感 比如冬菇 你煮軟了 你咬下去 它的质感是厚的 但是它是植物 它的感觉就好像肉 有些东西 而且它的味道是很浓郁的 所以令到食肉等等 提升 所以任何东西 你只要丢了香菇 下去 有菇类的东西 它的味道就会提升 所以你看到 那些煮齋的调味粉 很多都是有菇的成分 在里面的 原因就是菇 是有这个味道 在里面 吃汤饭 另外 茶 在佛教修行来说 茶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除了我们一般喝的之外 例如打坐 他打完坐 前面就有杯茶 侵定给他的 一出定的时候 他就拿一杯茶 来泄一泄 喝一口 他用来提神 等等 因为你不是每个人都打坐 这么醒神 其实可能是闭眼睡 喝茶是用来提神的 烧一烧疲累 中国人认为他能生尊子学 所以在禅修里面 他是要用来做补充品 做来补充品 还有我们应酬也是要送茶 所以中国的茶 中国佛门对茶也是很重要的 旧式有这个 现在没有了 香港你找不到 端午喝窗泡 重阳喝朱瑜 你们会不会 都不会 都是喝普利 朝早去茶楼都是 但是其实有 日本就有抹茶 日本就有 不仅是抹茶的 其实你要留意有个词语 叫做茶士 茶士 茶就是喝茶的茶 事就是事情的事 他里面 什么叫茶士呢 就是说 他是有一个特别 为了要喝一杯好的茶 而出现的一个饮食文化 他重点是喝茶 但是 他为了要你品尝到这杯茶的特质 他前面搞了一堆东西 是什么呢 他要煮几个菜给你吃 所以其实他根本就叫做 根本就是宴会 但是他一次不会招呼很多人的 他一次通常是招呼一个人 至到四个人之间 最多都是六个人 总之你知道那些小小间的房 有个人就在一个角落 他一边又煮茶又煮食 有很多东西 你一边就在那看着他 看着他煮 搞完一会 现在我做个豆腐给你吃 这个是炸的 人人吃 吃了 然后可能煎条鱼给你 如果是齋的 可能不知道煮过什么锅物给你 就等你吃 总之吃完是饱的 好了 搞完这堆东西 就到茶了 那些水熬得正好 用柴火 用什么熬得正好 这个温度刚好 这个茶就丢了 不是我们 我们那些叫炮茶 他那些真的是煮茶 好了 接着有一个壳 怎么炸出来 整碗的东西 你又吃饱了 甜酸苦辣都有齐了 接着就喝这杯茶 这杯茶 整件就叫做茶士 很花精神时间的一个项目 那当然啦 这个肯定的 很贵就 但是呢 你要找都不容易 不是说你就这样就可以找的 这个叫茶士 那你可以去试一下 他就要给你知道 茶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是和你的修行 原来你这样去喝一杯茶 是连心情都不同了 好了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到你真的 就是吃好了 坐定了 喝最后这杯茶的时候呢 聊天 其实关键就是在这一个部分 聊天 这种打坐呢 是没有事情要谈的 因为他不可以说话 所以你的心境是怎样 在这变化是怎样 你观察不到 但是他就透过那个茶士 我刚才一点钟开始 我过来我伸水伸汗 一直在看着他在这儿搞 接着你又自己吃 哇 那些味道啊 各样东西 一个一口一口一口 你经过两三个小时 一口一口一口 将心情停下来 进入他的状态 甜酸苦辣 然后去到最后 喝这杯茶的时候 去分享 你自己观察一下 刚才那个心灵 究竟我们由很频道 变到很灵静 他就是整个过程 所以他其实的关键 是在后面那里 但是他前面又搞很多东西 他都不是 不是随意的 都真的做很多东西 不是说 我在冰箱已经 搞了一堆东西 在你面前做热 不是的 你看着他搞很多东西 为什么日本有这么多小食店 总之都是甜品来的呢 其实是跟佛教禅中来之后 因为坐禅之间 他要找些补充品 要找些补充品 所以通常他下午那段时间 就是大概 我们下午茶那段时间 又未到吃夜晚餐 因为你知道下午和夜晚之间 他 隔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所以打完座了 等等 四点这些时间 吃又不是 不吃又不是 于是就有一个 就是 喝杯东西 吃少少甜点 来去釣一釣自己 那个 就补充少少体力 你知道人 要有少许糖分 是会醒神一点的 所以为什么日本 这么多这些叫果子 果子其实是佛教发明的 不是日本佛教发明的 就是日本寺院做出来的 是很甜的 是甜到吃不到的 他有一只糖 你看他的样子 很吸引 就买盒回来 你吃一粒都不行 超标到不得了 那个东西 他根本根本 真的好像 全部都像砂糖 那样的 那本东西 我想我想 除了用来配 齋啡 和配 濃的普利之外 应该顶不住 这个 我吃了一粒 整盒送给人 真的 顶不住 正餐是一个補充品 其实早期 没有那么多物质的时候 通常都是一些硬磕果 就是撕了那些蚱蚱蚱 那样的 那些 那后来 有了茶的文化之后 如果你只喝浓茶 你就所谓削胃 你的 你的感觉不舒服 所以就發明了一個甜點出來 這件事就是日本為什麼樣樣都細細見 但是要配件茶 原因 其實關鍵是喝茶 但是光喝茶不行 空肚飲不行 所以就要找一個甜的東西 來幫助茶 所以不要拼命吃它 所以它只是一寸 它給你也是一寸 三粒東西 有些東西就填一填 令到你喝茶後不會因為胃不舒服 感覺不好 攪拌一下後面的餅糖、舉藥、啫喱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佛門還有這個 差不多了 就是這個豆腐 中國發明的 你知道這件事叫什麼? 早期的名字 叫做離奇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離奇呢? 就是這樣來的 為什麼它會叫離奇呢? 就是因為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將它磨了汁之後 它撞到某些東西之後 它會營業一件東西 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離奇呢? 為什麼它無緣無故會結成一塊東西拿得起手呢? 就是由離奇開始 所以它其實豆腐最初的名字就叫做離奇 當時它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將豆漿和石膏粉撞在一起 可能是意外而已 但是發現原來兩樣東西這樣就會凝固 所以大家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從漢朝開始已經有 其實是這件事 唐朝就開始掌握了這套技術了 就是份量是怎樣 所以於是在唐朝開始 那個豆腐製品就越來越厲害了 那你由豆腐製品 我們那些腐竹那些其實都是 一樣是磨漿 然後你混一些不同的東西 將它變成的而已 所以因為日本的人主力在唐朝來學 所以唐朝的豆腐已經發展到非常厲害 於是就將這個豆腐的製作法帶回日本 日本又用自己的方法 又創製了他們日本式的豆腐 所以你吃中國的豆腐和日本的豆腐 第一個很明顯就是它更加軟身 你有沒有留意? 你吃進口你會發現它軟很多 但是它又不爛 那種爛法跟我們那些爛法有一點點不同 原因就是因為它學了早期的那些 就回去自己變 我們就由一路歷代地變下來 由於它的好處就是 第一它用豆做 黃豆便宜容易種 所以就變成它的製作便宜 但是原來吃了它 它的體力好一點 比起就這樣吃菜 或者是湯類的東西更好 所以 佛門就很喜歡用豆來做各種豆腐的東西 就是因為便宜 所以就有很多 你看 又做豆漿 又這樣又那樣 又那樣 什麼形都有 日本出了一本書叫豆腐八珍 古代不是現在 古代 出了這個叫豆腐八珍 這本書 就是專門說怎樣煮豆腐 怎樣把它變成一個拿上桌吃的菜式 只是豆腐都做了一本書 我買完這本書回去 我都想試一下 自己都 不過我沒有不懂 我不會煮 就是不懂煮這些 它那些很滑 但是你看到都覺得 我都想試一下 我用竹籤刺起豆腐來燒 我用HIPAD醬上去 但是我看一下那些豆腐 應該不是我們中式的豆腐做得到的 應該刺下去就散了 那你就要去日本超級市場買 最貴的那些 幾十元一磚的那些 10元有兩三磚的 在街市 幾十元一盒 要用那些 開始懂什麼叫捐豆腐 待會叫什麼豆腐 其實那些是日式的 我們中式沒有的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試 總而言之黃豆 你看 你看多偉大 一粒黃豆 它可以造成這麼多種不同的豆腐的食品 我們中國佛教就是靠它的 所以每個人都有尿酸的 一定的 以前的人 因為每天都吃 每餐餐都是 其實吃來吃去都是豆腐和豆腐 只不過煮法不同 腐竹還是什麼 所以 你看都真的有很多東西 所以有了豆腐之後 其實是解決了佛門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營養不夠 但是營養也偏了去這裡 他們覺得吃了豆腐是有氣力 因為它是蛋白質 它是蛋白質 這個關鍵在這裡 我們用了兩堂的時間去介紹 佛教的食其實就是認為是我們生命裡面一個必須的東西 我們不能回避 我們不能回避它 所以只能夠就是說 你不用當食和修行是兩回事 反而應該要拼成是一件事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做 我們未必有時間每天去做早課晚課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食物 只要你貫賞它來源的清淨 你這些東西會上供諸佛 下施、六道、眾生 還有給你自己吃 你已經是跟眾生結完 你時時刻刻去想著這些食品 由不乾淨透過你的心將它結淨的話 這個是一個修行 還有在表象上 你的節食、你的節藥 其實都是你個人品德的提升的一個訓練 所以你會發現原來食好像是必須跟修行無關 但是你將它所有東西聚焦了的話 你會發現有多少跟修行相關的事 甚至根本它是修行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介紹就是讓大家有機會認識幾件事 一則就是我們所謂佛教修行的文化 其實它不一定只是打坐、念經 其實它可以在生活的細節上 它都認為是一種修行 二則也了解到我們飲食上 由印度過到中國 一直到日韓 其實它整套東西是慢慢在發展的 我們中式是儘量將飲食變成最簡約的 以前將它變成簡約 總之簡單 吃到下肚、飽肚 維持到生命健康就OK 但是你發覺去到日本 我們不僅要維持它的生命健康 我們是要整個東西 整套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要漂亮 我們要符合飲食的標準 符合烹調的標準 每樣東西都要跟大自然的軌跡 是完全配合 所以才會有五色、五味、五法 因為它認為這些是跟整個宇宙 是互相配合 我們人才能夠跟大自然 這件事就像道家的養生 我們說是不時不食 還有要平衡 其實概念是一樣 只不過大家出現一個是出現於道門的概念 一個是出現於佛門的概念 所以五色、五味、五法 這個飲食法 就是指我們盡量配合宇宙整個運行的規則 而去進行飲食 整個過程就是它又有文化 又有修行 兩樣東西放進去 那就開始改變了我們 形成了我們一個有宗教背景的一套飲食習慣 大致我們今天就要加多一句 而搞這麼多東西是為甚麼呢 最划算 其實是控制貪 其實就是為了控制我們的貪欲 因為剛才說的 我們五大欲望 財色名食碎 食碎是因為我們這個肉身所必要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飲食那裡 去受到控制的話 基本上已經沒有其他東西是控制不了的 剛才說的 只有食是維持生命的 還有睡 睡你不用刻意的 你自然要睡的 你自然要睡的 你打三天三夜機都好 你第四天都要睡的 但是食不同的 沒得吃就沒得吃 但是我們現在不會沒得吃 普遍 所以只要我們在食那裡著力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控制到貪欲 所以財 色 和這個名 這些屬於次要的東西 食你能夠控制得到 你這些都一樣控制得到 所以他就將這個食 為甚麼我們要特別抽出來說它的文化呢 當然不是為了文化 不是為了東西 其實他就是為了整天說修行 控制貪 這個就是佛教 飲食文化的特質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個月我們再見 好 多謝鄧哥 多謝就比達 escre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